如果我篩選 假設我篩選內文 比如說我輸入人這個 把人通過找出來了 但是我假設我需要的效果 我是希望說 那你幫我把那個有人的地方底色變成黃色 理論上應該優標放A 這個A2的地方 然後Ctrl 需要向右向下 有點像是這個地方常用裡面把它用油漆桶稍微填一個顏色 可是因為你現在填顏色的狀態是他已經幫你做篩選 那意思就是說如果 假如他沒有人的地方 他會隱藏起來 那有人的這個資料他會顯示出來 所以你填上油漆桶的時候 他 你會以為全部都填 其實不是 你這個時候把那個篩選再把它復原的時候你會發現 他就會只有什麼 針對你要的資料幫你做一個填黃色的這個動作 那這什麼意思 就是以後如果你只是想要醒目一下 我想知道說到底哪些地方有哪些地方沒有 那有的地方我看一下沒有地方我可以略過的話 而且我至少知道說 孔子在哪個地方曾經講過 他是在文章裡面的哪個地方出現 這樣的話閱讀起來會比較有連貫性 比如說你可能 你看那個紅蘿夢 紅蘿夢裡面哪些地方哪些關鍵字 在哪個地方出現 至少會比 只是把那些資料收集起來 我覺得來了有前後關係 所以 如果你假設需要有這樣的效果的話 那該怎麼做 然後把它控制力一下 我看一下怎麼控制力 恢復 他好像沒辦法控制力 如果不能控制力也沒關係啦 我把這個範 把這個範圍全選 然後油漆桶裡面把它填滿就好了 顏色把它不要填滿 他就恢復了 那可是要怎麼做啦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格式化內文 他跟那個篩選 這個內文 其實多了 兩行程式而已 哪兩行程式呢 第一個就是說把底色 換成黃色 第二個的話 把它取消篩選就可以了 OK所以 我這個地方按一下 假設第一個 我輸入人 他會出現 然後我剛剛其實只是做什麼 把這個範圍的 資料 當然不包含 第一列啦 因為這個欄民不要 底下的資料 幫我把它填上 黃色 並且 把它篩選 復原一下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城市 該如何撰寫 我們來看一下 但第一個 我需要撰寫一個 按鈕叫格式化內文 然後它格式化清楚 這兩個 第一個的話呢 我就是先切到那個 開發人員裡面的 Visobasic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格式化內文 所以我打一個 Sub 這個Sub 乾脆直接拿那個上面這個來改比較快 因為有些基本架構都一樣 只是把篩選內文 改成叫格式化內文 好 那這樣按Enter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其實這兩行都一樣 篩選過程都一樣 那不一樣的地方 那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底下還有兩個動作 什麼動作 就是把 找到的資料呢 它的底色 改成 黃色 它的 不包含 第一列喔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範圍 複製 複製 複製到這裡 然後呢 加上底色 記得把第一列拿掉 所以這個A1改成A2 為什麼 因為上面那個 不要選進來 不然選進來的話 變第一列的那個上面呢 也會變 被塗成黃色 那所以呢 這個範圍 點後面如果要填 黃色的話 前面好像我們有寫過類似的 就是Interior 底部的範圍 要Interior 顏色的話呢 要點Color 那如果你要黃色的話呢 我們給一個 函數叫RGB 後面的話呢 給一個 應該是紅配綠吧 紅色255 綠色也255 然後沒有 藍色 這樣的話就是 黃色的意思 所以喔 如果我把這個範圍 那你說老師 這個不是全部變換 沒有啦 因為 我上面有Auto Filter 有些 假設沒有那個關鍵字 它會隱藏 隱藏的話呢 就不會被格式到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最後的話把這個 這個什麼呢 把篩選復原 所以篩選復原的話呢 實際上 其實就拿這個來復原 就再加一個 所以呢 格式化內文喔 其實跟上面的篩選內文喔 其實程式只有加 底下這兩行 上面這兩行呢 基本上一樣啦 那不過最後這一行喔 其實也是篩選 復原 翻過來 所以 等於是 比較新的就這一行 把底色 改成黃色的動作 OK 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OK 執行一下 有沒有一樣嗎 幫我把人 有出現人這個字喔 他的那個 底色幫我把它變成黃色 讓我閱讀比較清楚一點 按確定 你會發現他就有這個效果出來 有沒有 但是最後的話呢 如果要把它清除掉 怎麼清除 那其實我剛剛有提到啦 最簡單的方法喔 如果再寫一個格式化清楚 那這個時候呢 你根本就不用考慮什麼 考慮那個 篩選 其實直接把它恢復就可以了 那怎麼直接把它恢復 還記得吧 我剛剛有做一個比較簡單的動作 其實喔 你就可以把這個範圍全選 或者是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其實理論上啦 應該 剛剛因為我們格式化沒有A1 所以其實你從A2到C的 502級就可以了 那 只有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是改成黃色 可是如果沒有顏色的話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沒有喔 沒有在 Excel裡面有一個習慣的用語 叫Excel None 這個叫沒有 OK 沒有顏色 就是清除 來試一下好了 這個範圍清掉 這樣OK了喔 所以最後的話呢我們就把這四個按鈕給做出來 按下他 看一下如果我要李 李在哪邊出現過 會不會在比較後面的章 李偏 然後按確定 那幫我把它格式化 看一下 有 這邊有 所以你會發現 他前面沒講到 後面才講到李 OK 還有哪些地方有李 有沒有 這底下都有 那當然呢 這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了解 他的前後文 裡面有哪一些是有這個關鍵字的話 那你在閱讀上面呢 我覺得會比較清楚 也就是你可以只針對 怎麼樣 有出現這個關鍵字的 地方呢 你鎖定 就這樣閱讀 我覺得比較有效率啦 不然以前呢 我覺得沒有這個東西真的很 很花時間 而且 不見得正確 以前呢 所以我發現以前老教授 我們那年代喔 我們 我們老師很多是 都通通把這個 這個全文把它背起來的 是背起來的喔 你 真的是從頭到尾都可以把它 朗誦出來 你問他說 這裡面 人出現幾個關鍵字 他真的還可以跟你講 一個兩個三個 最後數出來還是 正確的 我覺得 簡直是比電腦還 問題現在有多少人可以這樣子 但是你 小部頭的書 還可以啦 如果你那個資料量 超過 10萬字 我看應該很難的 像這個1萬多字 我覺得是背起來是可以 但問題是 他是從小一直背耶 他父母親就一直叫他 你把輪語從頭背 每天背 每天背 他當然一定滾滾 可是現在哪有人 這樣這麼厲害的 所以呢 不過至少啦 我們現在有電腦 古人沒電腦 所以我們要善用 我們的優勢 OK 那我們的劣勢 就是沒辦法像 古人一樣這麼紮實 可是沒辦法 時代不一樣 OK 最後 最後復原就這樣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今天的 大概範圍 我是希望 一 請你把那個 這個全文 包含篇 當然上個禮拜我們只有做一篇 今天我是希望 你們可以把其他的 從第1 到多少 第20 直接通通把它轉進來 第一個 第2的話呢 在旁邊增加 總共有 有四個按鈕 OK 那四個按鈕 城市不多 都在雲端上可以找到 主要就是這四段 那這四段的話呢 雲端白板上面我有放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應該是第幾頁吧 第7頁的地方 就這個 OK 那今天本來是想說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如果人 做出來了 我把它摳過來 那我想知道一個答案 什麼答案 我想知道說 到底這裡面 人到底出現的次數 是多少 那你說老師不是都一個字嗎 沒有 有些地方 像這個 比較多的 像這個是幾個 這兩個字對不對 像這個有幾個 你看光這樣眼睛 還有這邊也有一個 所以你說這哪用人的眼睛來看 怎麼合理 OK 那像這個就很多了 這有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OK 還有嗎 沒有了 好啦 請問一下 你要這樣算 請問一下 請告訴我總共多少個 所以 你怎麼去把這個答案抓出來 那你會想說有沒有什麼函數 插入那個函數可以幫我算出來 其實我跟各位講喔 我試過康義福不行 康義福好像只能一次抓一個 除非說你要跑一個什麼 什麼 陣列 所以後來這個地方我覺得 目前想到 最佳的解法就寫個VBA程式 不然沒辦法 那我剛剛已經試著把它寫出 而且 本來我們沒有idea 後來我其實問了一個CharGBT 不過我是在Bing AI裡面問啦 請問一下 怎麼寫一個VBA程式 可以計算那個文字出現的次數 它是有一個方向 我覺得這個其實蠻好的 那我就用它的輪廓 把這個程式給寫出來 底下這邊有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算那個 總共的數量 其實蠻簡單的 以後 真的不要傻傻的 自己在那邊慢慢算 真的是不是太聰明 那我就把它執行一下 110 110 人這個字 應該是不會錯啦 我還蠻相信電腦的 因為人的眼睛會出錯 但是 電腦應該不太會出錯 所以你們可以Google查一下 好像以前古人 真的有人喔 還特別針對這一個 人這個字出現幾次 去算過 不過我發現好像不是這個數字 好像109 差一個字 不知道是不是算 他算錯 不然就是版本不一樣 還怎麼樣 不然怎麼會這樣 答案不一樣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我想下一次再來看 怎麼寫這個對應的程式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